身穿橘色球衣是日本高龟男AFC 山蓝色球衣则是台南市嘉里国中足球队 2017新竹线国际少年足球锦标赛 25号上午在明星科技大学登场 高龟男AFC是大阪的足球俱乐部 虽然球员们身材较矮小 不过靠着优异的球技 去年从25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踢下全国少年草地足球赛冠军 这次的国际少年足球锦标赛 共有9支队伍参赛 包括两支日本球队 除了高龟男AFC外 还有金刚式选拔代表队 地主队不爱国中足球队成军仅四年 虽然非体育班练习时间有限 不过去年就踢下体育鼠杯全国发售赛第二名 今年的全国联赛目前也已经提进8强 日本反而他们好的选手都会在俱乐部里面 等于说被俱乐部发掘去训练 他们的球员最好的会是在俱乐部 那可是我们台湾一直是走学校体育的部分 所以就等于说我们跟日本是相反的 日本是俱乐部学校 可是我们台湾是学校 再来是俱乐部这个样子 新竹县国际足球锦标赛为期两天 九支队伍分成三组循环预赛 前两名晋级六强 冠军将在26号出炉 希望透过赛事与国际球队交流 提升台湾基层足球发展